上個禮拜的話呢 其實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跟各位講了一個叫EarlyBinding 這個EarlyBinding其實主要的目的是因為 我們用那個語法有沒有 那個方法叫GetElements ByTakeName有沒有 那個名稱或者ByClassName ById 那個名稱其實非常冗長有沒有 所以那個名稱如果假設 我們每次要打的話 哇那他記那個方法名稱真的不好記 那可是有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說可以像之前 我們只要那個物件名稱點一下有沒有 點比如DOC點 他就會自動幫我們把那個方法的清單 直接列示 我只要記得那個G開頭 有沒有打個G 後面就可以讓我用選的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的方法名稱第一個不用記啦 第二個的話絕對不會打錯字 但是為了要達到那個EarlyBinding的話呢 你可能要記得 就是要如何把那個物件 以後那個物件的產生 那就不能用所謂的那個什麼 Create object 你就不能 因為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樣 它產生的時間就是說 當你執行程式的時候 那個物件才會產生 不像說這邊有EarlyBinding的這個寫法 那至於這個寫法的部分 恐怕要特別注意 我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第五個單元 裡面呢 後來我有加了一個所謂的EarlyBinding的寫法 這個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將來你就不用特別去背那個方法名稱 我覺得其實你要抓網路資料的時候 就會簡單很多了 比如說這個名稱 就真的要叫人家背起來 還真的是有點為難 而且這邊的話 Gate elements 你說ID是沒有S 那class跟那個什麼 Tegnet是有S 你如果打錯的話 拚錯 那都不OK 如果你不想記這一串名稱的話 記得就是要EarlyBinding 那EarlyBinding的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 我有把它放在第六頁的地方 就在這裡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 把那個物件 本來是用Create object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把原來叫LateBinding 有沒有 這個LateBinding 其實白話意思就是說 當它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才會產生物件 所以呢 因為它沒有產生這個物件 所以也就沒有辦法幫你把那個方法名稱帶出來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把它改成EarlyBinding EarlyBinding意思就是說 當我設計的時候 那我就去連結那個物件 所以那個物件的名稱呢 也會幫我帶過來 OK 所以喔 最大的差別是在哪裡 就是當我按下點的時候 有沒有 一個是有清單 一個沒清單 當然你會選哪一個 當然是有清單最輕鬆 為什麼 因為你就不用背那個一堆的方法名稱 那你說是不是只適用這個物件呢 其實不是喔 所有的物件其實都可以比照辦 也就是說你可以查到那個什麼 create object有沒有 當然一般在網路上面 你查到的一些相關的程式 或者是說那個chartgp提供給你的程式 大部分都用create object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create object它相對簡單嘛 而且不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啦不用宣告 有沒有 這兩行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只要一行就搞定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olibinding 特別注意喔 你除了要宣告這個物件的形態之外 有沒有 另外的話呢 你還要在set後面加一個new 這個一錯都不行喔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哪個物件create object 你要把它改成olibinding 其實也不好查 我發現網路上不是每個物件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第二個的話還要什麼 你還要再引用這個 叫做Microsoft HTML object library 反正這兩個一定要做 你將來按個點 它才會出現那個清單 有點像我們上個禮拜練習的 就是我們好像上個禮拜是 把那個範例1範例2範例3做個複習 那我是直接在這邊 把它直接範例1的部分 就直接改了 本來是set 本來是這個create object 那我就改這個 有沒有 另外的話工具設定以用項目 記得這個要打勾啦 那這個排列的方式 它一定按照那個順序喔 那以後的話很多外部物件 其實都可以這樣用啦 好像IE物件其實也可以這樣用喔 那只是說你要知道IE物件 它第一個它要如何宣告有沒有 所以那兩行怎麼找到 第二個的話呢 你還要知道IE物件是哪一個 我記得好像IE物件是這個啦 它一樣是Microsoft 然後叫什麼Internet 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找齁 其實就往下找 那一定要找到M開頭嘛 然後它再來是Internet 所以是I開頭 所以它Microsoft 後面就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然後所以我記得IE物件的話 應該是 叫做是什麼 Internet 這要找一下好了 Microsoft 那裡面的話還有其他的 包含就Office其他的相關物件 也可以在這裡 Outlook這邊也有啦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齁 你要把那個外部的物件拿來 Excel VBA裡面用的話 是可以的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它引用進來 不全部把它打勾就好 可是問題 全部打勾還有你要宣告它 那還要你要知道 它那個物件裡面有哪一些方法 你可以用的 要怎麼用 如果你都知道的話 那其實就是可以啦 另外還有一點 如果你全部打勾浪費記憶體 它等於是打勾之後 它會把那個物件 載到記憶體裡面去 你就可以用 因為記憶體 沒有載到記憶體的話 那個物件就沒辦法使用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慢慢要再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有點像是 VPA裡面的所謂的外掛 如果你可以外掛進來的話 等於就多有功能 那這個功能本來是不存在的 那等於是說 VPA本來是不能夠做爬蟲這件事情 那如果我要做爬蟲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 在那個什麼呢 我的物件 函式庫裡面 有一個物件把它引用進來 然後呢知道說 它的方法裡面呢 有那個幾個方法 我可以抓那個網頁資料 就可以達到爬取資料的這個目的 所以上個禮拜比較重要的部分 大概幾個 第一個就是 二例白一定部分 所以就很重要 請各位一定要務必 把這個部分一定要了解一下 這個太重要了 以後的話 甚至是其他物件呢 也可以比較辦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除了 edelement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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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ambul他 有的時候不一定說一定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還要它的屬性 比如說我要抓的是它的超連結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超連結 在標籤名稱一定是小於A 然後空一格後面就是它的屬性 那個屬性就是HREF 所以HREF裡面的話 後面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網址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 比如說我們上個禮拜 講到這個範例2 那假設這個是它的 它的什麼呢 這個它的HTML 那如果我要取得我是段落2 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們可以get 除了get什麼 get tag tag的話變成說我要取第二個 它的順序一定是0跟1 那你也可以取1 不過它裡面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class 所以我可以get什麼呢 element by class name 然後它只要是RAID 我就把RAID取回來 就得到這個我是段落2 所以上個禮拜這個 恐怕請各位一定要把它練習一下 那寫的方式的話 基本上就是get 我把它寫成get什麼element 有沒有 by class name 那後面的話呢 就把它抓到什麼 抓到這個RAID OK 那另外還有一點喔 這個地方後面請記得 務必要加一個什麼 小瓜糊林 為什麼你說小瓜1要加呢 因為喔 主要是根據這個element加s 那elements有沒有 那它一定是負數啦 所以負數的話呢 哪怕它只有一個 一個的話呢 那一定是瓜糊林 如果兩個的話 就是瓜糊林跟瓜糊1 OK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除了說class name之外 另外的話那個take name也有同樣的問題喔 所以你會發現我要第幾個的話 那其實就是抓小瓜糊裡面的數量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那裡面的資料的話叫innertex 這個上禮拜都講的蠻多的 再來就是第三個範例的話 就是抓這個範例的話 比較特別的地方喔 就是多了什麼 多了超連結 所以如果我想要抓超連結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所以想要抓所有的超連結 這個 這一個 這三個的話 那你可以找什麼 找這三個的A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A後面的話呢 有一個屬性 所以特別是空一格之後喔 加一個這個名稱呢 那指的就是它屬性 所以你要取得它的話 就是.href就可以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取得所有的超連結喔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該怎麼寫 你們可以 這個我建議你回去一定要自己再練習過 然後只取得1的話 怎麼做 那一樣啦 反正我們就抓這個標籤裡面的 所以一樣 前面 反正就是 先宣告那個 HTML 物件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取得什麼 取得 把這個 A1裡面的這個 這個資料呢 放在這個 Doc的Body裡面 HTML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利用什麼 利用 GetElements 這個我用 ByTechname Techname指的是 小於後面這個名稱 所以 ByTechname的話呢 我後面就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這個名稱 所以這個名稱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 將來就是抓那個 有沒有 小於符號 後面這個 這個名稱 OK 那裡面的話呢 你會發現有三個啦 所以如果要抓第幾個 比如我要抓第一個的話 那記得喔 就是後面再加一個小瓜弧1 指的就是第一個 有沒有 然後它裡面的這個HREF 就是點HREF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抓到什麼 抓到這個HREF裡面 雙引號的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超連結 所以得到的話 你會發現就這個啦 所以剛剛這個東西執行的話 就得到這個 那如果你說 老師那我要第三個怎麼辦 其實這個很簡單嘛 你就是 改哪裡就好了 如果你要第三個 把這個改的話 改2不就好了 有沒有 這是1嘛 那這是2 不是 這是0 1 2 有沒有 然後呢 執行之後的話 應該得到的 那就會是 把它執行一下 應該就第三個啦 OK 沒有問題 那其他的話呢 可能比較特別的 就是像這個 圖檔 圖檔的話就是 一樣 GasElement 有沒有 By ByTechname的話 就是那個 然後它的屬性是 SRC 所以把它取得 就可以了 OK 這個 這個我上個禮拜寫 OK 這個多的 然後把它取出來 就得到這樣 不過它原來 前面好像 有個什麼 抱著冒號之類的 如果把它去掉 我這邊是有多一個 那個什麼 用MID的方式 去取資料 那上個禮拜 這些都是蠻重要的 如果你對於這些 比較不熟悉的話 那後面要抓資料呢 當然會是相對有問題的 所以三個禮拜我們還有練習什麼 比如說我們希望 可以再延伸 因為前面幾個範例都比較簡單 因為這三個 等於是說有點像是 我預先把網頁的原始碼 先放在A1裡面 然後呢 我們後面是直接去抓那個 某一個網站上面的資料喔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麼 那個TQC的那個官網上面的名稱 按照ABC欄 幫我把資料取回來的話 有沒有印象 我們其實主要還是先看它的原始碼 然後看它有沒有什麼特徵 所以我印象中好像我們 第一個這個類別名稱 好像是用什麼 用那個ByClassname 然後呢 取得這個名稱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Classname怎麼取得的 主要是直接到它的網站 去找它的那個原始碼 但是原始碼部分的話 其實不需要說你要從頭到尾去 把它去做看一遍 因為之前一般有些老師或書上寫 就直接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那問題這麼多原始碼 我記得好像1700多行 哇你光要找誰會有那個能力 而且光看這些簡直就太多了 所以記得一定要按右鍵 比如說我要針對這一個東西 我要抓的話檢查一下 然後知道它的類別 所以特別說這個方法非常重要 以後的話你要先找到這個東西檢查完之後 如果你游標停在這裡 它其實底下也會讓你 有點像一個陰影 灰色的地方 告訴你說 你現在選的這個東西 它在原始碼裡面呢 長的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點像是外面是一個DIV 所以其實這個整個就是一個DIV 一個算是一個DIV的話 等於是一個一塊板塊 然後呢裡面的話又一個DIV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這邊又一個DIV 所以DIV裡面又一個DIV 那我們要抓的是這個名稱 所以我將來呢 我確定說這個名稱 假設如果剛好是71個的話 因為好像總共有71個項目 那後來好像我們用Ctrl F 找完之後 確定是71個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 GetElements 擺這個名稱 所以把它直接放到這邊找了一下 發現呢 找一個OK 就是把這個類別名稱也全部抓下來 所以底下的話其實就是先抓這一個 然後把藍二名稱給它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把資料全部都取回來 跑個回圈就可以了 那回圈蠻固定的 就是從第幾個 從第0個 抓到它總共有幾個 所以總共的話有71個 所以等於是它的順序是0到70吧 然後就分別把裡面資料抓回來 然後一個抓完之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好像是放在H4 那下一個的話好像是Small 所以分別就把這個資料呢 全部都取回來了 類似像這樣 那你會發現蠻快的啦 因為以後的話 如果你會寫爬蟲的話 就快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不會爬蟲的話 哇那麻煩了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把這些資料 分別變成表格 那不會的話 那頂多就是怎麼樣 Ctrl C Ctrl V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就一直Ctrl C Ctrl V 當然第一個浪費時間啦 第二個的話呢 其實也非常沒效率 而且其實做起來也蠻容易出錯的 所以呢 試試看喔 把一個這個 爬蟲寫出來就簡單太多了 那當然喔 未來如果你要爬取那個網頁上的資料 除了說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HTML物件之外 所以剛剛有提到這個喔 OK我們用的是 所謂的HTML物件有沒有 我們是把這個set 改成這個 實際上就是指的是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引用的項目啦 然後呢把它產生一個叫Doc的一個物件名稱 然後呢利用這個Doc裡面 其實主要這兩個啦 一個叫GetElements ByClassName 一個是GetElementsByTechname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光這兩招喔 其實就還蠻夠用的 然後再把這個抓回來的東西 跑個回圈 全部都取出來 但是啦 有一種狀況是怎麼樣 這個網站有保護 你看得到可是卻抓不到 或者說你看到抓好像會有遺漏 或者是抓的時候不太一樣的時候喔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用第二招 這也是上個禮拜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呢 你可以把這個寫法換成什麼 換成一個IE物件 這個蠻重要的喔 所以呢上個禮拜有提到啦 如果你用HTML物件的話 他其實主要把這個網站裡面的什麼 他的原始碼抓回來 所以原始碼最後的話 其實是放在這裡 RespundTest裡面喔 所以其實抓網路資料其實就是 理論上應該就是這四行啦 OK喔 所以喔 這四行的話實際上喔 有沒有 中間那個註解的部分不算 那實際上只能就是抓網頁上面的原始碼抓下來的動作 有沒有 你有沒有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是create著一個HTML物件 所以這個一定也要 然後呢 利用get的方式去抓這個網址裡面的原始碼 然後send的話 是把這個需求呢 提給主機 server端 server的話 就收到之後的話 就會把它Respund給你 OK 所以喔 這四行就是抓那個網頁上的資料 那如果將來喔 假設你遇到那種狀況 奇怪我抓什麼 每次都抓不到 那你就有必要換第二個方法 換什麼呢 換用IE物件 所以上個禮拜有講了一個很重要 就是把這四行怎麼樣 換成用IE物件的寫法 那當然你說老師那哪個寫比較好啦 我是覺得如果你假設沒有特別的情況 如果這個方法抓得下來 當然就盡量不要用IE物件 為什麼 因為IE物件的缺點就是說 它實際上就是真的把那個IE優覽器 不過現在叫Edge 那其實同樣的東西 把它在背後幫你載進來之後去抓網頁的資料 那它是真的喔 幫你把那個網頁的資料先放在那個瀏覽器裡 然後我們再把瀏覽器裡面的資料抓到我們的程式裡面喔 OK 那怎麼做喔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這四行怎麼樣 換成IE的寫法 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 換的地方喔 大致上就是這樣 把剛剛的那四行喔 改成這個 就這三行 應該是一二三 其實也是四行 就這四行 這四個動作 也就是把剛剛那四行改成這四行的動作 就可以把那個網頁上面的資料取回來 那這四行其實不外乎就幾個啦 第一個一樣是產生一個IE的物件 物件名稱叫做 我們叫IE好了 也叫IE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呢 用Create object 所以等於是有點是 等於是執行的時候才會建立這個物件喔 當然這個其實也是可以改啦 這是怎麼改 這個我想我們之後再來看喔 然後它的物件的名稱就是 Internet Explore.application 就這個名稱 然後呢 一樣喔 給它一個網址 它連過去了 那等它一下 為什麼這個要等喔 因為它必須把網頁裡面的資料 載到那個瀏覽器裡面 那只要瀏覽器裡面有資料的話 它就會放在IE底下有個屬性 叫做Document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前一個是什麼 前一個是載入的話是 叫做這個啦 XML.response Test 那IE物件不用喔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載入了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動作 就是等待它一下 意思就是把它載到這個Document 所以呢 我再把它這個Document裡面的東西 再把它建立一個物件 利用它呢 去抓裡面的資料 其實主要只有這四個地方不同 其他都一樣喔 其他底下我都沒改 那執行的話喔 理論上應該也是會是一樣的 所以執行它 有沒有 那只是說喔 用IE物件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喔 跑的比較慢一點點 那記憶體用的比較兇一點點 其他大體上也沒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IE物件使用的時機喔 就是方法 一行不通的話 那可以用IE物件來取得 然後 但是記得IE物件最後還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它已經載到記憶體 會浪費記憶體空間 所以記得喔 你有呼叫它喔 你就要把它Quit掉 就是把它結束掉喔 不然的話 它可能會一直佔用你的記憶體 會讓你的電腦跑得比較慢一點點 那上個禮拜 除了這個範例之外喔 我們又做了什麼About 有沒有 然後呢又做 爬取它裡面的超連結 所以喔 上個禮拜這些東西其實 滿重要的 如果你這些都會的話 那再來呢 我們在到別的範例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可以做 那所以後面其實我還有講到 如果我假設喔 我不要一直在這個網站上 我想要跳到別的網站 比如說呢 我想要抓什麼 雅后股市上面的標題跟網址好了 假設我是一個什麼 一個做那個輿情分析的一個公司 那我每天都要抓很多的網路上面的資料 包含就是說什麼 標題 當然內文就看狀況啦 如果假設我只是希望抓 焦點新聞裡面的這些這些名稱 包含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標題名稱 還有它的超連結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抓 那以前如果你不會用爬蟲的話 變成你就是複製貼 那這時候你會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喔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稍微看一下 因為上禮拜的這個 這個講到的部分 其實滿重要的 如果你上禮拜的東西會的話 那後面要爬濕料就簡單了 等於是有點像 進階版的那個爬蟲喔 因為query table 有很多的資料是無法爬取的 所以如果你要 能夠正確爬取的話 那恐怕就只能用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這個 HTML物件 跟IE物件 OK 試試看好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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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